同学们,下面我们来解释道的含义 中国人经常说道可道非常道 道法自然 那么老师的作用是传道授业解惑 朋友之间也有人说道不同不相与谋 或者说志同道合或志不同道不合 口语中也有道很深 所以我们怎么解释这个道呢 从汉字的角度讲,道的本意是四通八达 就是道路 老子是道家哲学的创始人 道德在儒家哲学中是善恶和是非的问题 在道家哲学中呢 那就是宇宙的规律和本源问题 所以道是个什么东西呢 也有人解释说 中国道家的道,它是产生这些东西的东西 它不是东西 所以接下来又有人说 有天道和人道 老子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那这里的二是什么呢 二就是阴阳 三呢,是阴阳相交 形成了天地人 这就是万物 老子看来 道就是世界万物的道理和本源 而庄子认为呢 道呢,是自然 是的,我们常说顺其自然的自然 是指人的本性 本真 那么庄子的自然 和自然界的自然 也有所不同 庄子的自然 是广义的 既是指自然界 又指一切事物 自身发展的规律 也指人的本性 所以庄子的道的思想 超越了人的视角 法国 有个著名的作家 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叫罗曼·罗兰 他就曾经高度评价过 庄子 他说 庄子是世界上第一个 自觉而深刻的揭示 人和自然关系的美学家 那么儒家有道 道家也有道 他们有什么不同呢 简单的说 儒家的道是 修其至平 即 修身 其家 治国 平天下 他提倡 人们要积极进去 要做一个 有为的人 而道家 老庄的道 是无为 提倡 为道日损 就是要减去你心灵的负担 达到一个本真本我的这样一个结果 换言之 悟道的过程 才能减轻人的负担 达到自由的状态 最后呢 才可以看清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们这样解释 可能很多外国朋友就似乎明白了 中国人的道的含义是非常复杂的 它既是社会发展和万物存在的真理和规律 又是达到理想和追求的方法和手段 孔子就曾经说过 招文道 惜死可以 当然这样解释有点夸张了 它毕竟是一种表达 所以儒家要用人和道德修养 去追求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 实现一个完美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统治 而老庄的道 则是要尊重自然和顺其自然 达到人生的自由状态 老子说 道可道 非常道 那么中外历史上 很多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的解释 这可能是哲学的一个终极问题了 语言也说不清 或者你说清了 也不是真正的道所表达的意义 那么语言表达清楚了 可能却违背了真正道的含义 所以这样虽然说不清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明白 道在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和日常生活中 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和智慧 那么讲来讲去 现在我们知道了 道不仅仅是一个汉字 也是中华文明和智慧的一个缩写 或代名词 以后我们在如道互补和中国人的人生观当中 这样的一些课程中 还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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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